好 各位同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Child Scene Talk 今天 2024 年 3 月 12 日 沒有見過很多星期 我因為去了地球的另外一邊 去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旅行 所以變成偷懶了 但是今天很開心 今天這個 Talk 非常非常精彩 剛才朱醫生說這是歷史的時刻 我都絕對贊成 但是我真的剛剛回來幾天 所以現在還在閉嘴 如果待會說錯話 按錯仔 大家多多包涵 Before 我繼續 我一定要說說我和朱仲明醫生的交友 我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我沒有和朱醫生合作的 現在我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你認不認得這張 這個病人溫家寶總理 抱著這個小朋友 其實就是朱醫生給我 21年前 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不認識你 有一天早上 我覺得好像九點幾天叫我 就因為 匯豐銀行有個Teller SARS那時候 好像還沒有叫做SARS CM那時候 非典型肺炎 他應該是二三四周生病 你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說 喂 給不給得到Vibrairin 我就跟著上去看 其實那時候我連PPE都不會穿 N95都好像還沒做FIT test 什麼都還沒做 我就走上去看那個病人 我就在這個房間 你和我一起見過媽媽 我還不記得他的樣子 其實 後來我們的結論是 Vibrairin是可以用的 因為那時候有些個案 我看到有四個個案 都用了Vibrairin 都沒有什麼效果 還有那時候你問我的問題 好不要拿個嬰兒出來 我就說不要拿個嬰兒出來 因為太小了 我們就等了 等到34週 後來34週 其實媽媽的情況就很差了 要施殺 那時候做施殺都順盡 要搬去瑪嘉烈 Negally Pressure OT 幸好那嬰兒出生又沒什麼 到6月 即是203年6月 溫家寶來香港的時候 就去淘大花園探望他們 CM你記不記得這個案子 我記得這件事 因為後來交了給你 後來的情況就不知了 是的 這個女兒其實都是我們病人 那時候聯合醫院接收第一批淘大的沙士病人 她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和CM的交易 就是由那時候開始 那已經是21年 第二 我們接著也有很多機會聊天 很多機會 我經常都說 並肩作戰 那時候在聯合醫院 我很佩服她有一句說話 可能她又不記得了 我們內不喜歡的意思 每一年都要講一下 有三筆網站 去必須服務 她經常都說一句 病人都不是我找回來的 為何我要必須錢去醫治病人 是否應該醫管局必須我們去幫助醫治病人 我覺得很精彩 從她的觀點 我們經常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經常去必須服務 必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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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回想起來 我都好像有點傻 CM現在出來了 Pride Practice 其實剛才說 她都在幫助很多人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有什麼事都要找她 我很佩服她 做訪問就快 做決定就快 恭維說話 我就不多說 不如給大家看一看 我真的很混亂 好 這個就是朱仲明醫生 我老友認識了21年 今天為何要找她 其實我要多謝另外一個人 就是Dr. Alice Seale 我們當時說 訓練同事做這個困難空間 她就說 你為何要找她 adult respirologist bronchopist 因為她們做過的事 遠遠比PD多很多很多 我試試找CM 她一口答應 今天來這個talk 今天她會說她最精彩的事 但待會我會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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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件事 要多謝Lillian 我的同事 多謝Lillian Lee 因為她是 医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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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可以有一個交易 以及想想我們將來有沒有機會有什麼合作 所以今天Lillian來做我們這個moderator 她很大壓力 她說我都不認識大人的事 所以她給了時間去找一些資料 而且她真的去大人的endoscopy room 所以她擺了很多心機 不如我把時間交給Lillian 讓她介紹一下CM和今天的主題 好嗎 大家好 我是二科呼吸科的李寶怡醫生 我今天都很榮幸可以同台和朱醫生一起主持這個清談節目 和聽朱醫生講書 剛才陳醫生展示出來的那幅相片 我在某個場合應該見你展示過出來的之前 當年2003年SARS 我是第一年做二科居住 自那年之後 我相信全香港的醫護界和很多市民 都一定聽過甚至認識到大人呼吸科的朱仲榮醫生 那麼多年來朱醫生都孕育了很多代的呼吸科醫生 雖然我不是做大人醫學 但我也是其中一個被啟蒙的醫生 其實就是在沙士那一年之前 我也是在聯合醫院做醫療醫學院 其實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在朱醫生的呼吸科病房裡面 的放鬆器膏 是朱醫生教我抽脂肪的血液 然後就發展到我來疑科 所以跟著就是 學打臺部的功夫 我真的想起當日朱醫生 怎麼教我抽脂肪的血液 那裏來的 說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 Advanced bronchoscopic techniques in adults 雖然說是in adults 其實當中也有很多 我們儀科是可以借鏡的地方 我當我們很努力 在學習一些 Basic endoscopy technique的同時 其實我們都很應該去 放眼世界 看看大人做Bronchoscopy 當中有些什麼 那麼 advanced的技術 是我們可以去偷試 現在網上相信有很多 儀科的訓練 和儀科呼吸科的訓練 所以我不妨礙大家的時間 我將時間交給朱醫生 好 多謝 特別多謝阿彪給我們這個時間 大家傾談一下 我剛才說 今天可能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都是有個意思的 因為雖然說 大人的醫療和小朋友的醫療 應該是同一家 但實在大家都很忙 大家各自各在這裡 各自修行 沒有什麼機會大家聊天 會面 交流 所以借這個機會交流 當然是好 但這個 topic 有一個更重要 就是一會兒大家會聽到 就是你差不多每個技術 可能都是一個workshop 所以不是限於 這樣言談之間的交流 如果大家將來 發覺這件事 是值得發展下去 是可能兩個college 要合作 醫院與醫院裡面的部門之間 要合作 大家共同找一些session出來 搞workshop也好 甚至兩邊的specialist 一起做同一個case 但當然裡面都有很多challenges 剛才我們未開始之前 都有講過麻醉的challenge 場地的challenge 有沒有resource 但是你有意志 你才會找到出路 還有 都要知道 我們要面對的resource 也好什麼問題 逐個擊破 我們就值得這樣談 我希望這個是歷史時刻 希望推展到 香港的成人的bronchoscopy 和異科的bronchoscopy 可以攜手 做福我們的病人 其他不講那麼多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題目裡面 大人成人的bronchoscopy 當然這些所謂 叫做advanced 還是不advanced 是人家開的名字 實在 我不如這樣分辨 以前 一向大家有做開bronchoscopy 基本功 我們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或者做來做什麼呢 我想這些大家都熟悉 譬如說 有什麼時候我們需要做bronchoscopy 可能有個abnormal x-ray abnormal ct 咳了很久不好 不知道氣管裡面有什麼事 hemoptysis 可能有個lung collapse 到底是有個癌症 還是外國人 unresolve pneumonia 外國人 目的就是當然 拿些secretions 或者一些lung tissue 看看有沒有endobroncholation 看看哪裏症 症 可能是clear up the secretions remove foreign body 這些我想 是有份做基本的bronchoscopy 的同事 大家都在做的了 過去在成人發展一些 比較 advanced 的技術 其實多一些針對是一些 CA lung的 case 因為大人的 malignancy 比較多 而在這方面 就大致上 我將它們歸類的發展 有幾個方向性 其中一個就是 希望可以去得更遠 或者去得更多的地方 因為大家做過 bronchoscopy 就知道 那條喉 下去其實有一定的粗幼 而 bronchoscopy 是不停分枝 你越 distal 就越右去去下 就去不到 那個 bronchoscopy 那有沒有方法去遠 或者去得更深 還有 airway 外面的 lymph node 本來是access不到的 有沒有方法去access 還有呢 亦都可以借助 bronchoscopy 是用來 不僅是拿 diagnosis 而是做部分的 treatment 譬如現在最新 有些是做 microwave ablation 就是 abrate了一些 tumor 有 crowd therapy 有些叫 plasma coagulation airway stand 其實還有一個 list 那在這裏 為什麼我選了這些呢 就是 如果大家同時有興趣 你會知道 大部分的 HA的大醫院 或者C家的大醫院 都已經有這些 在成人的 unit 那裏做 如果你有機會 拍著做 就比較容易一些 有些可能是 再少種一些 我今天就不在這裏說了 那 improving reach 這方面 就是去得深一點、廣一點 在大人 就是以前 一個 lung mask 整個拳頭那麼大 那你很容易做 bronchoscopy 去 reach到 咬到 但是現在我們在CT 感受到的那些 耳朵 可能是1cm 甚至是再小 又很低 那你 bronchoscopy 一定是看不到的 那用什麼方法 可以去接觸到呢 那基本上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叫做 mini probe 或者正式名叫做 radial ebus 這個串錯字應該是 ebus radial ebus 另外一個是用 virtual bronchoscopy 是一個 mapping 的技術 讓你就知道 就算有個拳頭 你也知道要擺去哪個 airway 甚至現在有一些 是 navigational bronchoscopy 可以是real time 直接帶到你去 好像google手機 你的google map 駕車不懂路 那樣 帶到你去 然後呢 臉膏 基本上是 用一個叫做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detect 到臉膏 在一個 airway 外面的臉膏 用ultrasound detect 到 然後就做一個 needle aspiration Treatment 剛才弱了 說了一點 那這些就是一個 framework 但是呢 一會兒講下去的那些 全部都只能夠 清停點水 因為真正做 其實是講最少一天的 workshop 然後一個 induction 就是要 我們自己 Addle那邊的 college 在不同的 procedure 都有個 number 是規範了的 就是你要做了多少個 才給你 accreditation 當然是不同的 complexity 有不同的 所以今天 沒有可能是 in-depth講到的了 麻醉的技術 今天也講不到的了 這些就是大人 有時候見到 一些 small nodules 一個這樣的東西 還要是 ground glass 你x-ray 看不到的 這個1cm 左右 這個可能 少於1cm 還要被一個 aorta 遮住你x-ray 不會看到 那這些 以前是沒有得做這個白褲事的 如果是 你有懷疑 可能是要 surgent 整顆 掉了出來 亦都當然有個方法 有時候可以 cd-guided 白褲事 就是 看一下幾大 或者那個 lesion 的位置 這樣 講一講 剛才講的 這些 所謂 advanced technique 有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都是 avoid surgery 以前有一些是去不到的地方 你要用 surgical approach 然後割一顆出來 現在 可能九成都不用 可能這裡都可以 這些 我剛才示範的例子 這一類 如果你以前要做 當做 surgical 可以了 但現在 都可能有個方法 把握時作 不過這個就沒有九成那麼多 我估計 一半或者多些 但都不失為有些 alternative 這樣 minimal minimize surgical need 那麼 白褲事 有 剛才講過 白褲事 這些 以前 主要是只能夠 用 cd-guided 白褲事 當然有 surgical 白褲事 現在 introduced 多了 有 bronchoscopic 白褲事 包括你可以用 phuroscope 去 guide 但是phuroscope 很 crude的 即你大顆一點 就看到 剛才那些例子 已經看不到 另外一個叫做 radio ibis 就是 用ultrasound 去確認你去到 但是 兩件事 這裏是確認你去到 你怎樣去得到 就要靠一個 bronchio map 你要知道 走哪條 airway去的 而這個 bronchio map 有三個方法 一個是 徒手畫個 map 我一會兒會 讓你知道 下個 idea 教不到你怎樣畫 另外一個 用 software assisted 第三個 就是 直接 real time 的 navigation 由電腦帶到你去 你想像一下 這件事 有點像 當我剛才從 office 走過來這裏 當我從來沒來過 不懂路 那 你可以 逃手畫個 map 給我 你過了哪條馬路 轉左轉右 那這個就是 map drawing 第二個就是 用個 virtual bronchoscopy 就是有個 map 給你 意思是你開個 Google 手機 整個 map 你知道你的 出發點在哪裏 然後你的 終點在哪裏 那你就大概知道 那條路 但你到真正走 如果那條路 原來都相對簡單 你是不需要開著機 但是如果那條路 又要轉九曲十三彎 那你可能 全時間開著手機 看著那個 Google Map 那條線 轉左轉右 全部跟著它 那這個就是 用形象化一點點 就表達了 這三樣東西 大致上是什麼 那什麼時候選用 哪一個有很多 因素的 不過部分當然是 那個 case的 complexity 部分也是 你的 institute 可以接受到什麼 你越用 advance 的東西就越多錢 而且也很 time consuming 就是會 consume 多了時間 這些是以前 如果有個 這樣的 lesion 就用CT guide 就是鎖 但是鎖 但是鎖 有些 risk 就是有neumophorex 的 risk 有 bleeding的 risk 等等 不是所有 case都適合鎖 那譬如這個 就 radiologist 就倒下了 這裡有個 lesion 其實X-ray看不到 因為有些磁磁磁 剛好有些磁磁磁 所以CT才看到 CT不肯鎖的 有兩個原因 一例 它是anphysema 你看到這邊 這個磁磁磁磁磁 鎖就沒有了 你要經過這些磁磁磁 二例 下面就是aorta 更加不敢鎖 那怎麼辦呢 這個後來 是用了 navigational bronchoscopy 即是 realtime electromagnetic 咬了出來 是Adenocarcinoma 來的 這些剛才掃過 剛才說 這個advanced technique 我們姑且叫做guided biopsies 即是要有些guidance 去帶你去peripheral lesion 剛才說了幾個方法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這個是real time 然後你去到 用probe去confirm 這個是confirmation 你也可以用virtual map 去找 用這個方法 overall week yield 就是70% 不過這些數字 是study 有些騙你的 你的case selection 選得好 你就可能near 100% 即是你覺得那個做到 你才好做 不要什麼都找來貪得意做 如果你說all comers 都做 你會拉低了數字 而這一類東西 如果成功 通常是你會見到 個small branch 即是在ct 有個small branch 進入到那個lesion 那個成功率就會高一點 如果在adjacent 到個small branch 可能tangential 或者根本沒有一條 airway進入 就難一點 有些special技術 但是就會難一點 那neumothorax research 就跟conventional bronchoscopy 沒有分別 大概1% 視乎你那顆 有幾peripheral 你central 沒有那麼容易 neumothorax peripheral 就多一點 這個是少於CD Guided 的把握士 那好吧 到底怎樣去知道 那顆東西在哪裏 用哪一條airway去呢 剛才約略說了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 途手畫 這個叫cullimotos 的方法 是日本六九點超教授發明的 是很多bronchoscopy 的偶像來的 一會兒 一會兒 小小展示給你看 它是怎樣 然後你可以用軟件 去助理這件事 都是畫出來的 不過是用軟件 去助理你 另外就是 real-time navigation 會有些例子給你看 首先 第一件事 我們做addle的bronchoscopy 如果找peripheral lesion 是要很掌握 一個general description of所有airway 怎樣走 不只是大branches 細branches 都要知道 但有很多anatomical variation 所以去到個別人 你又要看那個人的branches 是怎樣走 這個要靠那個人的CT 當然 然後我們要有個 scheme 去知道 其實是在哪個branch 我們要做得好 要把那些branch 因為你可能第一次 咬不到你再回去 你都不知道自己 上一次去了哪 你起碼有個地標 回到那裏 這些是一些 no-matterature的事情 都要知道 這個是Kulimoto's的方法 可惜 它沒有製造動畫 只能夠弱膜 這樣讓你知道 它是用thin cut CT 看著那些airway 然後它每張 一直拉著 拉著那張 slide 就由main airway 一路看看它怎樣走branching 這些就是它 去教人家 徒手畫出來 這個是medial segment of right lower lobe 這個是 anterior segment of right lower lobe 這個是 lateral segment posterior segment 然後裏面 你一路走下去 你知道那些branching 怎樣走 和什麼方向 很準的 你落到branchoscop 你會驚訝 原來真的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因為CT是from the same patient 然後你就知道 那個lesion 在哪裏 你如果用一支 你用一支thin bronchoscop 又那麼幼的 你可以直接抵達現場 如果你用conventional bronchoscop 好像沒有那麼幼的 去不到 你跟著用一支ebis probe出去 你就會在那個lone probe到 原來detect到一個solid 在那個位置 這些是一些example 所以很細節的 它看到五六個generation of bronchoscop 所以它後面 你見到B10 就是posterior segment 然後B就是posterior division 然後I可能是anterior的subdivision 然後beta可能是再另外一個posterior division 如此類推 可以數下去 這樣 如果你用software assist 有些software 就不同公司出的software 首先你會知道 那個lesion在哪裏 這個就是lesion 然後你highlight了它 然後用小小的computer 不同software 不同操作 它會自動幫你連到最近的airway 然後走回頭 然後你可以用virtual bronchoscop 在動畫裡面看看 這裡走下去是怎樣的 去到哪裏轉彎 好像這個 這裡是carina 當然是轉右 然後轉右去到upper loop 原來這個segment 諸如此類 去到你的目的地 如果你有了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 我用這個軟件 是原本的設計 用來做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當我真的做軟件 當時都是用這個軟件 在鏡房裡面開了這裡 一直帶著你進去 但你同樣可以做一個 animation 之後你抄了這幅圖 然後你不打開那些軟件 都可以 這個有點像手機 你知了一條路 你不一定要打開來看 這樣 省下一點電 在做Bronchoscopy 你省下一點錢 你不需要那些軟件 不需要那些軟件 不需要那些軟件 譬如這個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Bronchoscopy 直接有整條小空間 走進去 這些很棒 你不要管它幾多cm 1cm 0.5cm 我都差不多九成九去到 因為有條小空間 而且這條小空間 都不小 在大人來說 這條不小 無論你用Navigation去 或者用Ebus Probe 都差不多九成九去得到 去得到是否相片都有用的東西 這是另一件事 在這裏差開一點 就是在大人 我們主要做這些東西 是難免居多 但是開始都有一些 因為香港有高TB率 有些是TB 而且我現在去到 有時候有些是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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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是 有些是 以前你這樣做一個 BAL 是整個BAL 現在我直接 可以把一條 滑到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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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這裏做BAL 腰高很多 因為你 天裡散花 整個滑到一條 什麼東西都大滑到 我直接可以滑到一條 滑到一條 有時候我把滑到一條 滑到一條 有時候我把滑到一條 滑到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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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 individual 滑到一條 滑到 滑到一條 然後 滑到一個 滑到 benefits 你就知道中間的圓林就是這個圓林 周邊的就是那個Solid Area 就是有問題的地方 你定位之後 你可以放一個Biobs-C-Forceps 你在X-ray上也不太能看見一顆東西 隱約看到 但當然是這個Adel Case的例子 是一個Adenocea 然後這個就是Mini Probe的樣子 它可以配置入一支Bronchoscope 所以它叫做Radio Probe 因為它360度 反射反射 主要它的設計是用來看Peripheral Nodule 另外一些例子 譬如將Bronchoscope 介紹到這個位置 你如果能夠進入 你就會看到這個Solid的東西 有時候因為你擔心到 你擔心到一支Bronchoscope 擔心到一支Bronchoscope 你又不記得在什麼位置 它外面可以套一個Solid 好像打NG-Cath 可以套一個Solid 你的Bronchoscope 你的Bronchoscope 就擔心到一個Solid 你就用它做一個Tunnel 你可以不停擔心 或者擺一些Brush 再重複地做 不用離開 又要再找一個 因為今天的講座 是特別講小朋友 所以就有不同的Solid 大人最小 我記得我們好像 External Diameter 3.1mm 3.0mm External Diameter 都有1.7mm 的Working Channel 不過用到幼的Solid 有時候就擺不下 Radioprope 反而是Solid 直接去到那個位置 在大人來說 而那個Prope 本身 就比較多 是用Standard Scope 或者稍為Standard 有一個Size的Slim Scope 如果你有Ultra Thin Bronchoscopy 或者Ultra Slim Bronchoscopy 就不下Prope 就是直接去 有時候我們 在大人的CAK 本來看不到的Solid 你用這麼幼的 目測都會看到 這個Mucosa 在那裡咬 另外一個Technique 就是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當Solid 更難一點 有時候就會 需要一個 真正的Solid 它實在是怎樣的 有些像人造衛星 圍著地球轉 你的手機在哪裡 去DETECT到你在哪裡 然後你準備去的目的地 在哪裡 然後計劃了一條 道路 那道路的計劃 跟剛才的軟件一樣 跟剛才的軟件一樣 你有一個 電腦自動 發生了道路 給你的 然後你去到現場 那張床下面 有一個 Electromagnetic Board 即它在這裡 會發生一些 Electromagnetic Wave 對著病人 對著病人 然後你的 鏡頭 就要介紹一條 可以感激的 Electromagnetic 的軟件 進去 它就 解釋到 整個 訊息 解釋到 然後用電腦 告訴你 你實在在 Lung的 什麼位置 以及 聯繫 然後你一路走 它一路帶你去 這個是一個 例子 這個是 看看可不可以 這個是 Karina 你看到 這邊是 Virtual 這邊是 真的 這裡是 Aerway Lision 你看著 那條 Purple Line 它一路帶你去 帶你去 Lision 的位置 但你去去去 Liskscope 頂住了 因為越來越幼 頂住了 這部分 叫做 Central Navigation 然後下一部分 就變成Software 就像打遊戲 你的目的地 就是 Green Ball 就是 Target 然後你的 Instrument Tip 就在這裡 你就希望 Align Tip 去到Lision By the way 這個是Ground Glass 所以你X-ray看不到 現在去到了 去到了 又是一樣 直接進了 Green Ball 就會拔掉 Purple 留一支 Tunnel 有時候 再用Ultra Sun 多次 然後就在那裏 爆市 這個就是 Real Time Navigation 那樣東西 然後再用Ultra Sun 定位 有時候用 Fluoroscop By the way Fluoroscop 我都說 其實都看不到 做來做什麼 有時候 確保你 Balopsy Faucet 不要過了 即是咬了 這個腊部的腦部的腦部 都沒有了 這樣 那 在大人來說 如果只用EBUS 這個叫做 mini Probe 的EBUS 或者Radio EBUS 咬了 就七成度的腰度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又是六成七成 兩個混合 就弱莫九成度的腰度 當然 in selected cases 這個是統計 就是剛才說 ENB六成 就這樣 EBUS七成 兩個合起來九成 在這個平台以上 有時候還可以做多些事情 包括 那些腊條這麼小 如果你咬了 就要叫Surgeon剃它 有時候Surgeon說 我都找不到 細成這樣 又藏得深 都不知道在哪 有時候可以透過 同樣的東西 我們打些Dial 除了OBUS 跟著你 跟手打些Dial 或者Dial Contra 那就相準 找回那個位 或者 在RT 可以放些Marker 讓它知道RT 電哪個位 還有 現在 在CU 都發展得很成熟 如果是Multiple Nodule 即是你切都沒得切 你切完 不用呼吸 它直接用Microw Wave Abration 不做Surgical Resection 那些Multiple MED 或者Multiple Primary 都是 利用同樣的平台 去到那裡 定位 不過那個要再精準一點 就不是Fluoroscope 用CT Guide 用CT 知道你真正入了Lisone 然後用Microw Wave 就燃了它 這是一個例子 是Dial Marking 不過Sigma 我不知道Dial 放在哪裏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 這些是放在RT 然後 這個 就是以前的Microw Wave 就要Percutanus 錄下去 一樣有Percutanus 的Risk 那現在 去到之後 就是這個 剛才你見過這個圖 去到Nodule之後 新的Microw Wave 然後燃了周圍 用Microw Wave 煮熟了旁邊這個鬆 這個 也都為了 Bronchoscope 或者要定 或者Bronchoscope 都很累 現在開始進展到 Robotic 去introduce 這些東西進去 不過Robotic 的意思 不是自動 就是人們都要控制 那個Joystick 來控制到它 走到那裏 但是那個Instrument 本身是Robotic 你可以離開房間 不需要吃那麼多電 或者起碼走遠一點 好了 剛才Periflue Leeson 講了一些 主要是Medicinal Leem Note 就是Medicinal Leem Note 這個是Medicinal Leem Note 以及一個圖 你會發覺Medicinal Leem Note 有不少都是 related to Airway 這個是Trachea 兩旁都有Leem Note 兩邊Airway Bifurcation 這些都有Leem Note 如果Paraesophageal 可以是跟Gi合作 做Endoscopic Ultrasound 跟著FNA 有些兩度都去得到 那就做Endoscopic Ultrasound 就比較好 因為不要搞那條Airway 還有Esofagus 是比較軟的 即是你介紹鏡 是容易一些 但是當然有些是 只是Limited to Airway 附近 你就只能夠做Ebis 才行 傳統這些東西 就要Medicinal Scopy 要切開一條頸 把鏡子捅進去 然後在那裏實驗 現在多了這些方法 這個是 剛才那條叫做Mini Probe 就是Radio Ebis 就是用來 Detect Peripheral Lesion 這個就是 我們平時說Ebis Ebis 通常是referred to 這個 不過當然 其實Mini Probe 都是一種Ebis 不過少些人這樣叫 叫做Mini Probe 這個Ebis 就是 這個是Ultrosound 紅紅色的Ultrosound 然後它是Side Viewing 它看那些視像 Visual Vonchoscopy 那些部分 是有少少側了45度 然後如果你Detect到 那個Nim Note 因為在Airway外面 於是有個Nidle 可以斜角伸出來 就把Nim Note 它不是向前鋸 因為要鋸出那個Airway 這個例子 就是這裏白色的Airway 裡面 然後這個就是Ebis 這個Probe 就 Detect到Nim Note 在外面 這個就是Nim Note 然後引導之針 這樣刺出去 這個就是Ultrosound Image 這個就是 Endoscopic Ultrasound 的原理 這個是一個Example 就是Detect到Nim Note 然後出針 在那裏抽 那這個 這一種的Ebis Scope 因為是大一點的 它可以incorporate 還有Doplar 所以也有一個好處 是可以看看周邊有沒有Vascular structure 就是不會說 可以避一下Vascular Mini Probe 就incorporate 不到Doplar 不過有時候 我們發覺有些地方 有些Lucent Area 還要好像Pousetal 你知道那裏應該都是Vascular 那裏 不要走過那裏 那這個是一個Example 我特意在PD的其中一個Journal 可能你們熟悉一些 你會找到多些Literature 百多個Case 就做Ebis 在小朋友 應該是Pediatric Age Group 做Ebis 那找到什麼呢 那其實不少是TB的 有些是Culture Positive 有些看起來都是TB 不過Culture不到 那另外有些Alternative Diagnosis 其實是Sachydosis都不少 不過當然這個是外國的Series 有些是Reactive Lymphadenopathy 當然有一堆是CA 也都當然在小孩子要想Lymphoma 那這些是一個Pediatric Series的東西 如果這件事在大人 應該是八九成都是CA 即將整個畫面 你把它調轉擺差不多了 那就是 那就是為了這個畫面 現在剛才展示給你們看 標準尺寸的Ebis 然後有一支叫做小一點的鏡 可以彎得多些 叫做小一點 那我想小朋友用 你都不會用一支大鏡 有多小用這麼小 現在只有兩種尺寸 在商業市場有兩種 那這個也是剛才的研究 你留意到 它的Age 其實所謂小 最小的都只有十二歲 起碼都叫做大仔 但是原因是在這裏 我沒有另外一些細節說 即是做這些 特別是Ebis 那支鏡 因為要incorporate 那個Age 它細極有限 那你要放下那個Airway 那你都不可以太細了 另外呢 有時候小孩子比起大人 我覺得可能更加需要多些 測試 又因為這樣的緣故 可能你更加需要 支援它的Airway 於是就 空間就少買一件 有一個Airway 你還塞不進那條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想開展這件事 都要幾細緻地 整個計劃 要想一想怎樣 加入麻醉科 有沒有OT 系統 不可以好像一般的 Bronchoscopy 這樣做法 即是要重新規劃 這是第一 第二 是case by case 要有類似一個case conference 麻醉 你們團隊 如果有支援的Airway 醫生 大家談一談 怎樣做最好 做不到有什麼應變 即是說完plan A 還要起碼plan B、plan C 先好下手做 我覺得是這樣 又是回到剛才那裏 TB 佔了大部份 有些是reactive Nymphadenopathy Nymphoma 5% 其他 淋淋灑灑灑 那樣 好了 剛才就講了一個 就是extend the reach of bronchoscopy 另外 就有另外一個topic 大人就很熱的 叫做interventional promenology 即不再是限於diagnostics Melissa 包括摩擦震 還有膝捷 Dilatation hes security 胡椅 엄 Brooklyn therapy 等下會多講一些 我刚才说过,黑色的主要是多些软油, 合作可能在这些位置先走。 有一个不是,真实说不是Bronchoscopy, 不过放在这里谈一谈就是, 大人都在做一些Methical Puroscopy, 就是以前那些Puro disease, 如果想看看Pura是怎样, 想拿Barbce等等, 就要Surgent,即是Ga, 现在有些设计了Methical Puroscopy, Iv Sedation,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做完之后, 可以成立的部分是inspect Pura, 部分是Barbce, 部分是可以做些, 譬如Tark Purodesis, 那类这样的东西, 不过今天主要不是想说这些, 就是In Passing Mention, 将来也有多样东西可以发展。 这个是一个叫Argon Plasma Coagulation, 它是怎样的呢? 就是有一条Catheter, 就会噴一些Argon出来, 然后Electro, Argon有少少全电的功能, 有个Electro, 你踩个脚制放电, 它就好像闪电那样, 即是你想象Argon就是一些云团, 虽然你看不到, 然后呢, 那些云团是Fully Charged, 你一放电, 就好像闪电那样, 它击到地面, 地面就是Bronchio Tissue, 当然, 透过这些东西, 就可以Burned Airway的一些东西, 那是一个浅层的Burned Airway, 因为那些气是一个Airway, 它没有Penetrate进去里面, 那么Electro, 也很浅层, 那它有, 对不起,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它会有止血, 因为Burned Airway, 它等于类似一个Cautry, 或者Diathermy, Burned Airway, 有流血, 或者Vascular那些, 可以帮手止血, 然后呢, 它因为有Heat, 它会Vaporize 了一些Tissue, 那变了有两个作用, 你可以用来做Debouking, 亦都可以用来止血, 不过后者居多, 因为Debouk, 要Debouk很久, 因为它每次Burned少少少, Burned少少少,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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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手, 你不需要碰到那个Tissue, 反而碰到, 反而没用, 你稍微离开少少, 要让Argon Plasma, 有个地方聚集, 这样才行, 这样才行, 有这个方法, 在大人, 我们多些应用, 就是Airway, 里面有个Vascular Tumor, 然后呢, 在流紧, 或者你保护时缘会流血, 或者anticipate它流血, 不如Burned少少, 还有很多时候, 是拼买其他东西用, 可能你咬了一口, 又Burned少少, 或者用Crowl Probe, 它会拼买其他东西, 通常是一些硬化油的, Nitric Oxide, Nitrous Oxide, 那样, 那些东西, 就会整凍了它, 就是最低, 可以去到-50度, 在Tip那里, 这样, 就, 有好几个用途, 因为它一凍, 就将附近的东西, 直接结了冰, 凝固了, 那有几个用途, 你可以凝固了Tumor, 整个扯了它出来, 要不然, 你逐区撕, 有时间去撕, 但是, 你冰了它, 其实, 除了碰到的地方冰, 稍微, 距离, 可能1cm 左右都冰到, 那整个扯了它出来, 那有少少止血的作用, 不过, 一些冰容, 其实它都开始流血, 所以, 你要用APC, 刚才的方法, 有时候借买那些, 疾病, 有时候, 用来折捕疾病, 但是, 有一个很好的用途, 就是用来, 处理外身体,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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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Grab, 用Faucet咬, 越咬越碎, 你碰下去, 整个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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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还有一个类似外身体, 就是, 即是, 整个冰了, 整个冰了, 它本来, 好像啫喱, 撞结了, 整个冰了出来, 整个冰了出来, 很快, 很方便, 可以是, 刚才说, 除了外身体, 血冰, 疾病, 亦都可以利用它, 来做, 不单止, 最初我们用, 就是, 你见到这些, 现在开始, 发展到, 是, 脖子的脖子, 然后, 用Faucet咬, 咬一点, 整个脖子, 冰的一部分, 整个扯出来, 不过, 就更多些疾病, 那有个好处, 因为, 刚才你见, 我, Mansion, 不是用过, 转据到一些东西, 以前咬, 因为, 你的, 你的Faucet, 都跟着小, 你咬的Specimen, 就很小, 有时, 重要的AIRWAY, 不是对到正的麦雕, 对着那些东西, 它在偏离了航道, 那你向前咬, 都咬不到, 其实它在你旁边, 但是, 用这个方法, 可能, 半CM范围, 都不用管它是什么, 整个扯出来, 但是, 因为多了BREEDING, 现在, 暂时, 某程度, 都是, 都用的, 或者, 好选择的Case, 多了BREEDING, 因为, 你一扯, 旁边, 你里面, 其实是, 那些CAPILARY, AVIOAL Tissue,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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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比较有兴趣, 那样, 有很多不同的Instrument, 是设计了, 包括有些普通FORCEP, 有些GRAPS FORCEP, 有些好像BASKET, 有MAGNIT,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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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的CHROWD PROKE, 随便碰到一点就可以, 因为被冰了, 那样, 整个拉出来, 那LBRONCHIWARF, 大人的应用有兩個, 这个WARF是如何, 它找到一条空洞, 随之一段地方, 一是, 那裡在那裡, NUMOFORCEP, 在那个Segman, 那裡来, 另一是, 那裡, 那裡有很多BULLA, 很多DESTROY LUN, 有個都是沒有用 但有一個soldier 揚著一個空間 不清氣 被放了一個Wehf 它只可以敷出來 流電器在盡量在盡量 到吸引之吸引之後 它又閃進 那它就將那一部的人慢慢去滾開 它便進入噴子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提作啃 以水性的烘烘烘烘的缺Boy 有兩個方法,主要是 這是一個眉毛濺素智便 因為有些年紀大那些,Persistent Elite New Mo,是COPD,不是很適合做手術 這樣就塞了它算了,如果塞到就塞了它 它是一個minimally invasive的東西 今天想分享是這些,我覺得寧願多一點時間大家做個交流 儀科的need在哪裏,你們看病人的profile如何,現在的limitation在哪裏 有些什麼,剛才聽完的,不一定直接應用 但可以有個想法,可以怎樣接觸 或者反過來,你們在做一些事情,我們大人都可以害怕 我自己直接講的是這部分,我想多一點時間討論 很多謝朱醫生,很嘆為觀止,也很大開我們眼界 我一直聽,一直在想,原來我們真的很少疑科 我經常出去講書,疑科不是小疑科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是我們獨有的 在大人的世界裏面,我們真的很少疑科 我們還在學習,如何應用氣管的lomeculature 就是anatomy 然後我們再去學,如何去應用paphology 我們就停留在這裏,就是在diagnostic的層面 因為找到paphology,然後我們就擱修了朋友 擱修了跟我們純齒相依的ENT 又擱修了pediatric surgeon 所以一些procedural intervention的工作 我們就已經靠了我們的朋友 我想深一層,原來我們都可以有空間去學多幾步 剛才一邊看,看到咬biopsis 大人的世界,C.A.Lung很多,也有很多T.B. 看到這裏,其實我想起,我們去年都遇到一個青少年女仔 都17歲了,她有tubeculosis 很不幸地,tubeculosis的呼吸去了trachea和larynx 我們就做了很多次氣管鏡 看到整條空間都被癌症了 也都看到一些mass lesion 不過我們就不敢去咬biopsis 我們就求救了我們的pediatric ENT的朋友 去幫忙一起去處理這個個案 因此一些interventional的bronchoscopic techniques 其實我們做兒科醫生都很應該去進修和學習 我們的limitation就是 我們在這個界別中 未必有像朱醫生那麼advance的師傅 去到兒科呼吸科的行頭已經很小了 要尊女再尊,現在再尊 bronchoscopic technique 我們真的要向大人借鏡 向大人學習 跟到一個好的師傅 是很重要的,也很事半功倍 我們經常說C1,Do1 我們今天第一次C1 所以也很值得我們去討論 也都可以怎樣走下去 如何開發一些學習機會 我們看看網上的觀眾都有些問題 過 situations 可以瞭解被哦 其實成立一些物質開來究竟 用穴戟冒射牌 可以可以在來處理手術 Bob & D 那些切平部分 這個集合 比較多的 메� turns 還有披护xit Sab Crit I 以及一些配套 一些監視的配套 一些重量的配套 是很重要的 ICU的支援是否會再好一些 以及很重要的呢 在我們疑科界別來說就是的 剛才說到我也參觀過一次 大人endoscopy center 如何做bronchoscopy 我看到的就是比大人的部份 不需要太多工序擺放在肥瘍 我們還要分為醫生做肥瘍者 亦都要分為護士看著屏幕 或者是按著小朋友 我們那些叫做肯定肥瘍者 我們都沒有免費用的去做 所以我們知道鏡子又移動 我們又鑽得不夠定 小朋友又移動 所以難度上是真的加倍了 我們可以聽一下朱醫生在你的工作層面 是怎樣去解決這件事的 她的問題 她的確先講一個問題 她說可不可以在日常中心 或者在一個醫院做bronchoscopy 總之你有工具去檢查 或者有人認識就可以 還有需要不需要ICU支援 從大人的角度 就大部份不需要ICU支援 但不是所有的 因為有時候我遇到的個案是 Respidary failure 按呼吸機 或者快要按呼吸機 但因為有病毒 你又要知道它的 microbiology 那些你做完可以倒閉的 那些人可以做了 可以做了 那些當然要ICU支援 你沒有ICU在那間醫院 我不會跟你做 所以這個問題 不可以硬性規定 要還是不要 有還是沒有 而是你根據什麼案 就是你越複雜 越高危險的案 你就越需要 有些可能很低危險的 好像偶爾有些說 剪輯了很久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其實CT都做了 好像沒什麼 那你只是安裝一下鏡 有潭洗一下 那照計可能一個日常的案 都可以 就是早上進來 做了過了一些 Sedation 醒來有人陪就能走 那你就會在日常的案子都可以 但有些困難 像剛才提到的 Sedation 有些困難 有時候 PoSop 你又要看他有沒有 Numothorix 那你可能都要 Stay overnight 去看看 因為有延避Numothorix 有時 Date two 才慢慢 你將來才能解決到 那你那些 起碼要在 Hospital setting 如果剛才我還說是 Unresolved Pneumonia 或者整個肺花曬 那你要找一個 Ethology 所以你才做個 Bronchol 那根本的人已經是 Hypoxic性 那你更加不可以 Date case 甚至要有 ICU 所以沒有一刀切的答案 視乎個 CM 我想問 譬如如果我們有個 Luxury 去設計一個地方 去做Bronchoscopy 譬如我現在有新醫院 你覺得 那個設定應該是怎樣 剛才我們有看到 Eplus 你又要有 Ultra Sound 可能 我們有時聽過 Hybrid的OT 有CT 或者有CR 可能還理想 那 如果讓你設計 Dream Dream的Bronchoscopy Suite 你會怎樣 我想 我真的很個人意見 因為有不同的 Team 會用這件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選擇 不過我想 要分兩邊看 有些是 擁有的 Volume 有些是擁有的 Complexity 可能你的設計 之中要有兩個 Element 如果你設計到 那件事 好 什麼都做得到 不過 然後你拿它 來做Volume 你真的浪費了 很多地方 對吧 所以 可能你有兩個 Tears 一個就是 普通的Bronchoscopy Suite 來者不拒 在密手做 然後你有 基本的Bronchoscopy Ebus 通常都可以 甚至 那些 Peripheral Ebus 有個C arm 已經做得到 Plus或Minus 你可以加上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下去 而 Hybrid Theater 多些是做 Abration 如果你想 Therapeutic 那邊 有Hybrid Theater 就是有CT 還有可能是 Robotic 的 Bronchoscopy 那邊 當然你不是 每個人都 Abration 你拿它來做 Babsy 你那些最困難的 Case 都可以 但是那一個 你做一個 可能是兩個小時 那個就是用來 擁有 complex case 但那些Bout Cases 就是 在一個 Endoscopy Room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還有要想外賣 有些要去ICU做 有些病人很差 Trip了 你要去ICU做 要有少少 Mobile Unit的概念 在裡面 整個配套其實都 要很Comprehensive 要Comprehensive 如果你想 開展到這樣 但是你說 是不是 每個 General Hospital 都是這樣 那就 未必 我們醫科一定要在 医療科醫院裏做 所以 剛才所說的 Dream Endoscopy Suit 都是我們的夢 我們很夢寐以求 下一條問題 也帶到 Sedation Saved Sedation 就是我們醫科 一個很重要的 項目 尤其是 Risky Procedure Bronchoscopy 就是其中一項 近來 我們新興了 多了人用 Desmedetomidine 做Bronchoscopy Sedation 包括 Internasal 或者IV 都有人用 大家都很有興趣 知道 朱醫生 你的部份 用什麼Sedation 多? 又是 其實是 根據案件 不是說 你有這個 代理 所以什麼案件 都用它 就是 Bronchoscopy Bronchoscopy 其實都有三個 層 一個是 Conscient Sedation 加LA 一個是 Monitored Anaesthetic Care MAC 即是說 它基本上等於 Ga 不過它都是自己 透氣 不需要 機械化 第三個層次 就是 Ga 三個我都做過 三個我都做過 以前在公立 當然只可以在IV Cedation 加LA 而IV Cedation 加LA 在大人來說 通常 Drug of Choice 都是一些 short acting Benzel 加一些 short acting OPI OPI 是重要的 因為不想它 咳嗽那麼緊 它會減到咳嗽那邊 Dexmedetomidine 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不 阻止 Respiration 或者少很多 阻止 它會減到咳嗽 不過也有些 Cedio vascular instability 容易 Bread D 有時有些 hypotension 有時都會 它的好處就是 不會 Suppress Respiration 但是它不一定 減到很多咳嗽 即它沒有一個 Antituxive 那邊的效果 所以大人 By default 我們通常 就喜歡用 Tormicum 加Fentanyl 那一類的 Combination 如果 Procedure 是想著 耐耐的 有時就用 Benzel 即 Valium 或者Diastom 加上Pathodine 或者摩氫 那類的 即是 Depend上你的 Case 多長 那類的 這個是Default mode 但當然也有些人 就算是沒有Anistatis 都會給Propofol 但是HA就好像不是太上的 如果你有Monitored Anesthetic Care 就By default 多些人會給Propofol 加上Fentanyl Fentanyl 只剩下Propofol 就是用來做 Sedation 那部分 這樣會睡得軟一點 但也未至於打到 那種狀態 他不休息 但是即使是這樣 都已經有些人 會睡眠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 Airway 準備好了 不過不一定 ET tube Broncore挺喜歡用Larengeal Mask Airway 因為你還可以看到Larenks 而且不用插下去那麼傷 有些就只是用Nasal Pharyngeal Airway 研究 如果做Abration 是需要你GA 因為你萬一那天會動 你Burn了 第二天就行了 那些是GA 以及直接肌肉放鬆 那你不同層次 你GA了就要ET tube 所以就沒有一定 那我都用不少Prasidix做的 不過那些 大部分 typical case是什麼呢 那些貧臨 Respidary failure 那些阿伯 那些阿婆 又有Heart failure 又可能很Servian pneumonia 但我又要做鏡 Either用來清淡 或者用來ETiology 甚至已經用Bipap support 我就throughBipap 下鏡做 但是就不想再打軟一點 就Prasidix了它 基本上我大概是這樣 Nasal我未用過 可能有儀科會用 我不知道 是 我們有些 not that invasive procedure 就會用intranasal Desmedetomidine 去到Bronchoscopy 我們也有用 Desmedetomidine的Infusion 因為我們做得比較短 我們沒有那麼多 intervention的事情做 所以我們又不用把小朋友 去Sedate 很深入的 我們大概 其實通常20分鐘左右 都會完成一個個案 所以我們 在IV Prisidix的Infusion之外 我們會加上 Dormicum Fentanyl 有時候Ketamine 我們也會 Ketamine 記得要用Hopin 要修乾一些剤剤剤 聽說朱醫生 你們有很多選擇 Ketamine 我偶爾都用過 有些用Dexmedetomidine 它很容易 BredD HypoTension 那些 有時候 不過這個不是我自己用的 其實有Anistatis 它會給Ketamine 但就少數一點 這個Dream Setting Anistatis 是很重要的 有些複雜一點 如果你想發展這件事 如果你說做到這裏夠了 這樣就一件事 如果你想發展下去 是不可能不允許Anistatis HJ這個要談 怎樣可以找到他們的支援 資源去做這件事 這個不單止是二科 就算大人 有些越進行的 越做得久的事 其實都要他們幫忙 其實大人也有同樣的困難 所以如果兩個Department 一起投入 這個必須的可能 就多些食用的機會 我不知道 其實我在看 例如外國那些 進行其實已經很延遲了 不過我想 你剛才提到的很重要 除了技術之外 就是Anistatisia的支援 我想現在在H&A更加難 但你反過來想 這個交易 用你的方法 其實差不多減了多少 你記得嗎 你現在說是1% 如果是Invasive 那些分中 我們說是10%至20% 是啊 其實這條數很容易計 是啊 其實很容易計 你宏觀就很容易計 但你只看著自己的犯罪 就好像 當然不要做這些 這幾句話有很多智慧 網上有一條題目 剛才我們說 放一個scope 落一個pulo space 他也挺有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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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萬方時代 即是Cowboy 是可以的 第一代的 薩俊做foracoscopy 其實是用Systoscope 來做的 Rigid的Systoscope 來做的 但隨著時代發展 已經有自己 有創意的器材 但通過Trashtrain 有一個少許不好處 就是Trashtrain 進去很長 它限制了你的scope 的觀看和動作 這是一個不好處 第二 你的Systoscope 很難以為 可能弄了一些癌症 在pulo space 這幾大件事 還有現在有利益 有很多東西 你當然不要製作 因為現在有 Destinated instrument 叫做medical pulo space 它跟薩俊的scope 有什麼不同呢 薩俊的scope 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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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它的身體是硬的 但貼板有少許 可以像普通的scope 那樣轉彎 既有硬的身體 可以容易進入 pulo space 不會軟來來 你都不進入 但亦都有一個 Flexibility 你可以轉一下彎 去一些角落 或者什麼東西 拔噓時 但它不是 through the track strain 進入 它是有一個 introducer 相當於一條 很短的 Track strain 剛剛 夠進入 pulo space 然後你的scope 滑進去 你的 範圍 就會很大 不會被 Track strain 進入 Track 範圍 限制 你的 動 所以 我想現在 不會很適合自己 在一個廁所 做什麼東西 插進去 根本有得買 亦都不是很貴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有一個時期 因為 Nimococcal infection 我們也做了很多 pula的事情 第一 就是很多 pula effusion 我們也想快點 drain 用 blonchoscope 你的經驗 有沒有 我個人的經驗 沒有 不過 是這樣的 Depends on the stage 你很早的 Stage 你一發現 就做 就有機會 幾有成效 就是當那些 adhesion 未正式 form 它還是 好像一些 web 即是一些 蜘蛛網 你隨便找 飽司 forset 尿一下 它都 尿散到 好像蜘蛛網 那樣 你就drain 得很好 但是如果它已經 fibrous 一來很硬 二來可能有些 new vessel 生 就可能都要用 surgical 方法 才會 brickhoid 第二 同樣道理 就視乎 cortex 即腊 vistral pura 是不是已經 硬 開始 形成了 thick pure 如果是 就算你 brick down adhesion 都漲不回 你都是要用 surgical 方法 做Decordication 後者就可能 就算你brick down 到小adhesion 都不完全解決到 這件事 可能都是一個 surgical candidate 剛才我們 開頭說 PD 和大人合作 剛才那個可能 都是一個例子 我們曾經 都是 medical 和surgical 合作一下 看看怎樣 令到 neumococcal 癌症 可以快點 康復 或者住院 住的時間 少些 剛才 聽CM 講 大家可以考慮 做 pluoscope flexible pluoscope 其實會不會 幫到 整個 治療 或者整個 治療 process 這裏 我就想 帶出 另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 之前 都在 談 其實 大人 和小孩 有什麼 可以合作 我想 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 訓練 Lillian 就說 進去大人的 課程 去看 CM 你覺得 我們有什麼 可以 延伸 pediatric respirology 尤其是 bronchoscopy 訓練 有些 牽涉到 admin層面 不知 怎樣才 確定 但我覺得 不是進來 看看 如果你是未到 fellow 簡直是 訓練 直接進來 一起做 雖然你是 Pediatric 的 訓練 但是你 照樣可以拿鏡 照樣可以 鑽窿 去看 去看 接觸 去看 你 其實要 手上 所以要在 一個 公司 想 方法 去 砍 可以把某些障礙 等到另一個職業 你都一樣可以 雖然可以掌握鏡 以及是一名的隊員 等於類似的事情都會發生 例如醫生有些人轉換去麻醉科 你不是只去看 你G.A. 你不是照打藥照脫癮 或者照做L.P. 做SA 要做到這樣的程度 你才能獲得到技術 要在社會裏面 想想怎樣解決這些障礙 可以做得到 當然好像賣了人給人 自己沒有好處 諸如此類就變得很管理 我這裏當然說不到 其實你剛才提出了 為何我們缺乏的進步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幫忙看 Pediatric Respirology Pediatric Respirology 其實就是這個同事 就是這樣 明明自己都不夠個案 又不肯放同事去其他地方 那你變成就減了 應該做15個 不如8個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不可行的 我想大家都有個想法 就是 College 層面 都要守著一把尺 其實同事要做得多 他才能教育到 那當然你就說 我也不夠case load 但是剛才CM說 其實大人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去大人那裏 一起做 見識一下 起碼都做到這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我想就是 關於我們有些小孩都比較大 剛才Lillian跟我說 譬如我們有一個 restrictive Lung disease 都二十歲了 那Transition care 又可不可以發展 在大人的 Respirology 我已經不在H.A.了 變成這方面 我會了解到一個隱藏 但是我也不知道 怎樣可以 提供一些事情去做 不過對於病人來說 其實有一個文化差異 在裏面 有一個驚訝 第一就是 他本來是一個 Caring Team 可能養育了他的野獵 突然間就丟了一個 完全外國的地方 接觸不同人 對他們其實有個 心理上有很多適應 第二 這個 我也觀察到 不是說我有力 可以改變這件事 因為以前我是接收這些人 你們給我的 但我觀察到就是什麼 當他在你們那裏 當時他是補 在我們那裏 他是眾多的其中一個 還要很多等待時間 什麼時候才來得到 他不再是補 他們的期望落差很大 我想我不能夠再評論 怎樣用資源 怎樣配合 怎樣做 但是這個 心理的轉移 我覺得在整個程度 將來要考慮 怎樣照顧 說回剛才的訓練 其實我做測試訓練 有時發覺 邦克斯科皮是最受歡迎的 其中一個 一個項目 即是我們在 Diffco Airway 或者我們有 YouTube頻道 我們有影片 邦克斯科皮的影片 看得最多 我猜今天 CM你這段影片 應該都是很多人看的 你覺得還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 令到 Pediatric Respirology 的訓練 可以做得好些呢 除了剛才說 都轉移到 大人的團隊 有些是硬件 有些是軟件 有些是軟件 但是我 很多時候 我們大人 有時都面對這些事情 即是 層次數不一樣 或者具體的事不一樣 但我覺得 那個Leadership 是很重要的 Leadership 意思就是說 無論是 Clinical leader 還是Administrative leader 他要認同 那些重要 要排除萬難發展 你要有個心態 你那些難關 你才會去索勾 去解決 或者去必切 否則 他連這件事的重要性 都不覺得緊要 有難關 當然不要做 一碰壁 當然會縮 你永遠不會發展得到 如果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Leaders 或者Leaders 沒有這個Vision 你想多少程式 都是死的 但如果你有 那就不同 你開始想什麼 我不敢看你們想 不過我猜有幾個 一個就是 跟大人那邊 一些真的落地的合作 不是說說說說話 什麼的 落地的合作有幾方面 一個是講書 一個是workshop 一個是simulation 大人都搞很多 可以一起做 另外一個就是 直接進入了個團隊 還有一個 當然不能忽略 就是外國的訓練 就是外國的投資 你的投資更大 但是你也要有信心 你不訓練第一代的人 你永遠不會有第二代的人 你那個 投資的痛苦 或者生產的困難 你怎樣都要經歷一次 你沒有第一代 不會有第二代 我又想說這些全部是institutional 或者college 或者什麼要想 或者訓練要想的東西 我不知道我現在說這件事 會不會很老套 現今的文化是否這樣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以前搞navigation 我是沒有HA support的 沒有的 就是最好你不要搞 因為你要賣機 最好你不要搞 那是怎樣的 自己拿一架 自己飛去美國 自己liase 那些人自己學 學完回來 自己跟一些東西公司聯絡 你可不可以free 十次給我試一下 是這樣搞出來 搞到有聲有色 才去beat 有時候又不要以為 雖然上面都是會捏著捏著的 但是你連track record都沒有 他又怎樣invest 就是等於別人漏你買股票 你那些公司都沒有業績 你說買先股實發的 那人家都未必理會你 你都要有些業績 被人看到先 所以都有個雞與雞蛋的互動 就是有時候想發展這件事的人 其實自己都要有自己的時間 心思各樣的付出 這個Leader有Leader的付出 但訓練也有 譬如說 當局很緊人手 都很難指引 派了你去medical學 我們以前是怎樣的 我一樣 我可能在做某個role 但我又想學chess的東西 學 當時我要去零實學 那又怎樣 就照去零實學 然後之前的東西 就回到醫院 或者回到醫院 做到八點九點才離開 自己的時間 不過這個可能說出來太老套 現在新一代 是不是這樣想 我不知道 但你想學習 這個世界沒有free lunch 我其實搞這個Charlesine Talk 就是最希望 那些同事聽到 剛才你那番說話 其實是的 我覺得很被動 現在我覺得 有時候年青人 或者年青一代 誰誰安排我做什麼 剛才聽到CM講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爭取 但是是不是沒有成果 有成果 其實你看回 我們很多 剛才我們講的CA 很多癌症 很多都是做不到 staging 做不到 剛才我們沒有講 譬如 Genetic marker 然後Position medicine 給藥等等 但現在 在你來說 已經是一個 routine 就是 10-20%的 communication 例如Numothlorine 一切到1-2% 這些不是靠 那些什麼人給我們 我們自己爭取去做 我都希望 今天這個講座 會適合一個 purpose 第一 我希望 Lillian 在Respire Subspecialty 希望Subspecialty 幫同事 都要想一想 是不是只能做到這樣 還是說 我們 不要 就著自己的man power 就放棄了這個機會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open minded 今天我們 為什麼會找到CM 就是因為 我聽到 ENT同事說 你應該找大人看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 我們已經做了第一步 我們找到ENT幫忙 麻醉科 或者Surjun 其實大人的case load 都是很多 第三 剛才你說 其實多些一起開會 聊一下case 是嗎 就是 我們 學習從 那些患者 那裏可能 學到很多事情 第四 就是 看別人做什麼 當然最重要 就是 如果可以 就轉動進去做 一個星期 一天 其實都不是影響什麼 是嗎 那 又希望到 CM那邊 又 幫一幫我們PD Respi的發展 那 剛才說到 移到冤 原來都沒有的 那 那些五年 其實 你想想 我們還有幾多個五年 是不是 那我想 就是 要做的 其實你看回大人的 那些成績 已經 不是我們 近時 可以滿足的 那 希望今天是一個 開始 就是 要透過 Lillian 在你 Respi Medicine 看看 可不可以更加 推動這件事 我知道這幾年 你都做了很多 不過我想 今天聽完 CM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多些 今天很感謝 CM 雖然她是我們鄰居 她的辦公室 在我們 王后大道中 對面 但是她很忙 過了同事都說 你為什麼會請到她來 很感謝她 不是這個歷史時刻 很感謝她 Lillian 可不可以幫我代表 我數一個紀念品 這個 Trancine Talk的紀念品 是一個 以二為先 擺電話的 CM現在很體會這件事 多謝 多謝 多謝